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639集 诶 别人抽到的口语第三题 都是环保 杀虫记 还有节约用水等等 轮到夏小兰 让她谈对建筑的看法 她才是个大一新生 专业课都是素描线条 制图初步 让她吹一下人生理想嘛 很简单 反正就是为了口语竞赛 这些评委将来总不可能揪着夏小兰说 你做的咋和你说的不一样嘞 莫名的 瞧着徐国章教授太阳穴道脸颊的老年班 另外两个评委也是穿着灰扑扑的中山装 夏小兰的喉咙就像堵了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知识要给经济让道 所有人读书选专业第一个要考虑的 是工作的前景 包括夏小兰选择读建筑 也是她未来想要设计这个领域的生意 刚好那段时间 她和龚阳合作搞出两次装修设计 才对建筑产生了兴趣 这个兴趣是相对其他专业来说的 并不是夏小兰真的热爱这个专业 那时候她正处于重生后的膨胀期 认为自己凭着先知先觉的优势 无所不能 没有什么能难倒她的 要不是为了打脸那些看不起她的人 让夏紫玉和王建华两个贱人害怕 她可能连大学都不会考 如果有那关在学校上学的几年 她能把自己的生意版图扩张到多大呀 我最初只是想上个大学 无论是什么大学 不管是什么样的专业 因为大学能改变周围人对我的看法 可以将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 大学生这个身份能让我家人感到骄傲 我选建筑 是想以后能凭借自己专业技能创造经济利益 刚好家人做的小生意就是建筑装修方面 但是 这个选手很有演讲天赋啊 题目是临时变的 这些自然不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流畅的语句挑不出毛病的口语表达 像娟娟小溪从山顶向下流淌 一个but 观众都在试着转弯 娟娟溪流会陡然加速 凯瑟琳对夏小兰很好奇 这个学生展现出来的一些素养和他的档案太不符合了 华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凯瑟琳在华工作后才深刻体会到 这个国家虽然还不富裕 但每个人都攒着一股劲在往前冲 工作量大 工资低 却不可能出现罢工等等 是什么 在让华国人拧成一股绳呢 像夏小兰这样 从农村走出来的贫穷学生是数不清的 华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 西方强国一边大肆宣扬华国的贫穷和落后 一边在警惕这个红色国度 对他从各方面限制 凯瑟琳微微走神 夏小兰那个停顿可能就两三秒 吊足了评委和观众的胃口 但是 我进了大学后发现 自己的想法好像是错的 最初的目的是想换一个护身符 大学生的身份太有用了 而且可以在大学里结识有用的人脉 瞅一瞅后是有啥厉害的大牛 如今还是默默无闻的读书狼啊 提前结下善缘 夏小兰最初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 彭洪恩批评他 让他不要把做生意的那一套带到学校里 后来他没空去结识人脉 反而被华青的整体氛围给同化了 建筑学是什么 远古的时候 人们选择天然的洞穴居住 目的是遮风避雨 躲避野兽的袭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远古人搬出洞穴 用泥土当砖 用枯草为鼎 住进了房子里 以这样的房子为中心 一起居住一起劳作 形成村落 再往后 人类掌握了野金 锻造 烧桃烧瓷等技术 从泥坏房到砖瓦房 单一的居住功能再三升级 我们不仅修建住所 我们修建长城来御敌 我们气气高高的城墙来防御 建筑不仅是修房子 它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功能 到现代社会 小平房是建筑学的展现 楼房是建筑学的展现 酒店 图书馆 大会堂 医院 各种公众设施 都是建筑学的体现 建筑不是单一名词 不是单一功能 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它最核心的功能 还是以人为本 我对自己的专业规划 是完成五年本科课程后 能成为建筑领域里 一颗螺丝钉 建筑的发展 是经济发展的体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进程的加深 我国的建筑行业 也将迎来高速发展 我必将和建筑 一起成长 建筑学 又不仅是修房子 夏小兰对建筑的理解 还不够透彻 但她说出来的话 能让非专业领域的人听懂 不需要高深的专业词汇 以大一新生的身份来说 她刚才说的话 已经能赢得掌声了 的确 她也是赢得了掌声 凯瑟琳先鼓掌 后来台下的观众也鼓掌了 徐国章抬手 压了压现场的气氛 你认为 自己能在建筑领域 取得什么成就 只是一颗螺丝钉吗 不 徐老师 我认为 螺丝钉也有不同的信号 如您所见 我的性别摆在这里 刚好前一段时间 有人质疑我 为什么要选建筑专业 将来注定了又苦又累 劝我要不要去香港当明星 全场安静下来 去香港当明星 夏小兰这个绝对不是吹牛啊 她长得太好看了 香港那边流传进来的盗版影碟 和女明星海报 想找出比夏小兰更漂亮的 也不多 靠着长相的先天条件 去香港当明星 肯定要轻松好多 夏小兰之前也说了嘛 选建筑 是为了以后能创造经济利益 那当明星能赚的钱 就更多了 但你拒绝了 徐国章很配合着追问 夏小兰点头 我拒绝了 我甚至是很生气的拒绝的 因为对方不仅说 我学建筑没有前途 还说整个建筑界 都没有几个女人混出头 知名的男建筑师很多 女建筑师却凤毛麟角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 知名的女建筑师 但我会朝着这方面努力 想要和所有选建筑专业的女同学 一起努力证明 性别 不是我们在这个领域 取得成绩的阻碍 阻碍我们的 只会是不够努力 刚才按下的掌声 现在完全控制不住了 夏小兰立的这个flag 很有煽动性 夏小兰的口试时间 绝对是超过15分钟的 主持人觉得 夏小兰太会调动气氛 要把她的工作都抢了 赶紧结过话头 请五位评委老师 为17号夏小兰同学打分